然后这一款设备的话 就是我们在线式洗PCBA版的一款设备 然后我们的PCBA版就从这边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然后再从这边 然后我们一段一段来看 这边的话它就是一个日清洗 日清洗 它就是把液体先冲刷一遍 冲刷一遍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单清洗 是共用一个液槽的 它都是用液体去清洗 所以它跟清洗是共用一个液槽 然后这边日清洗的话 它是有上下两条喷感相对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清洗 清洗段清洗段的话 它的压力就会比清洗要大很多 然后清洗段的话 它的喷感数量还有喷嘴数量 都会比那边日清洗要多很多 可以看到这边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整一段都是清洗段 然后清洗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化学隔离区 就是防止这个清洗液 跟后面瓢洗段 就是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化学隔离 就是通过这个风吹 把那个液体全部都往回 往前面吹 吹到那个清洗液槽里面去 这样子就会造成一个混液 然后这下面的话 这三个加热 这三个就是清洗液槽的一个加热器 因为它这个加热 液槽的话比较庞大 所以说它必须要有三个加热器 它这样子效率才高 这个加热器是水吗 纯水吗 这个液体的话是清洗液 清洗液 对 也是容器 这个呢 这个泵 这个泵它就是一个辅助 这个清洗液箱 一个排液用的 排液一个辅助泵 然后再看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日浴淇洗 就跟我们刚刚那个日清洗一样 它这边是一个浴淇洗 浴淇洗的作用就是说把上面一些液体 先冲刷一下 把上面液体冲刷一下 所以说我们这个浴淇洗冲刷完之后 它这里也会有一个风切储水 风切储水它也是为了防止这边 这边浴淇洗 它冲刷了下来的液体 最后面的浴淇 有影响吧 对吧 所以它这个也是往前面斜吹 吹到前面去 然后浴淇洗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浴淇 浴淇洗阶段 浴淇洗阶段 完全是通过那个工业存水 去离子水来冲洗的 就去除那个PCB板上面的那个离子污染 所以说浴淇洗的话 它这一段也是稍微比较长一点的 喷感 喷着 下面也是水箱加热是吗 这里的话就是水箱加热 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 但是这个液晶它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的加热器的数量也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浴淇洗之后我们就进入浴淇洗案 因为浴淇洗的话 它是要完全去除那个板上面的那个离子污染 所以说它浴淇洗的话 它就会有比较多段 有浴淇洗浴淇洗案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浴淇洗 对 一共有三段浴淇洗 然后三段浴淇洗完之后 我们就封切干燥 封切干燥 一共也有三段 前面两段 它是封压 比较大力一点的封压 把上面浴淇洗水 那些全部都吹下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鸡 那这一个的话 是前面它的水隔离的那个风鸡 然后我们封切完 就是把板上面的水 封切全部吹下去之后 我们就进入一个风鸡 这个这一段它就是风鸡段 就相当于是一个烤箱来的 对 然后烤箱完之后我们的板子就是从这里出来 这里可以送马 然后可以人在这里拿就可以了 在这里拿出来的板子就是完全经过清洗 淋洗 然后封干 就整个风水就完成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UPS 就是防止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 我们洗到一半 我突然停电了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断电了 断电了之后 那我的板卡在中间了 怎么办呢 我现在又要用它 我又要想办法把它拿出来 我们这个UPS 它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对吧 它突然意外断电之后 它这个UPS会工商店 把这个板送出来 盖打开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电 静电的一个总控制箱 电路进来一个领路总控制箱 这边是我们机器整体的一个电控箱 像这一台 所有电器 它都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空开 对 空开下来之后 然后在这中间继电器 对 继电器之后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小的这个继电器 这是接触器 继电器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一个就是控制那个网带 一个速度的一个变定器 然后下面下面这几个 控制那个固态 固态继电器 就是控制那几个加热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工切爱的一个骨工机 工切爱 然后工切一 这两个骨工机 工切爱 然后工切一的骨工机 然后这边是 瓢洗爱的一个水泵 这个瓢洗爱水泵 然后这边 这一个就是瓢洗一水泵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瓢洗一共有三个嘛 瓢洗爱 瓢洗一 然后还有一个日瓢洗 日瓢洗水泵 就三个马达 对 三个泵 对 上面这个 然后这些就是水泵的一些压力 这个是低爱水 就是外面进来的低爱水的一个压力 然后这个是瓢洗爱水泵压力 这个是瓢洗衣水泵压力 然后这个是日瓢洗水泵的压力 然后这个是清洗水泵 清洗水泵的压力 这个是日清洗水泵的压力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化学隔离风机 也是一个骨风机化学隔离风机 然后像这些阀门的话 每一组喷感 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调压法 这个调压法旁边还会有一个压力表 然后我需要多大的压力 然后我通过这个调压法 可以通过这个调压法 调节到对应的一个压力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过滤头 清洗过滤 清洗液的一个过滤头 也是可以循环使用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清洗泵 然后这个是日清洗水泵 然后这边我们还有另外 这台上面还有一个外置叶箱 就是说外置叶箱 就是这里面是存放浓缩液的 存放那个浓缩液 然后它洗的到时候 液体浓度不够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补偿 补偿这个浓缩液 对对对对 可以自动添加 然后这这边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泡 它就是可以达到一个自动补偿 因为浓缩液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一个自动补偿的效果 可以达到一个浓缩液的效果 是一个浓缩液的成果